那我們就是不遺失請大家 就是再請教者來分享 謝謝 不好意思就是設備問題 好那就是今天的那個 首先謝謝大家就是先來聽到後刻 那今天的主題是 各位的藍書爬蟲城市 對那就是有的可能發現 他跟就是各位上面 大分手冊上面的題目不太一樣 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最後一刻 來變更題目的 好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蔡佳琪 那我是Hosco的國貴人 我大概寫了Hosco有五年左右幾年 那在這之前的話就是 我也是都是寫一些比較 imperative language CC加上Java或是Ison這類的 那我現在在一家圈的這家公司 就是上班 然後我們這家公司的目的是 寫著Sauvetia的中南基金會 另外就是去開發貼手相關的 Youtube 對那這邊就是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基金會 那這個基金會 他的目標就是 你剛才說的在推廣貼手的這個區塊鏈 那貼手區塊大概就是幾個特色 自我修復然後線上協定 這會請合約 對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今天其實會大概 談三個部分 那主要是 會分享 最後一部分 主要是最後一個部分 然後從我的部分 比較是我的經驗分享 對 好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會就是 會有提到就是 關於Functional的部分 那Functional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就是 以Hosco為主 那介紹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不用Functional 那它有什麼好處 那第二個部分去開發 其實就是 就是今天其實沒有要 著墨太多這個部分 就只是 就是它只是 就是我們這邊的應用 對 那其實我們這邊 提到應用也不是 就是 DipApp的這種應用 就是一般的應用程式 就是 我們今天要講的其實是 這個Crawler 對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Crawler的部分 它跟一般的Crawler 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現在一般的Crawler 就是比較是 有 針對性的 你可能是看著 你的目的 然後去 把你要的資料 趴下 然後運作一些 對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針對Jason 這樣一個是去 去做佛系的 那它怎麼樣 就是比較可以 有一般化的應用 就是 稍後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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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稍後我們會 好 那在 開始進入這題之前 想要 統計一下 就是有寫過 Hasco的請舉手 好 那就是有聽過 方向可貴 會不會覺得請舉手 嗯 很好 好 好 那這邊問一下就是 知道Texos的請舉手 欸 不錯 有幾個 好 那知道多大 限制什麼的請舉手 不會 喔 對比較多 好 好 這樣大家知道 好 那就是 這三個主題到底 為什麼會混混在一起呢 就是我們就先從我們的需求開始做起 就是軟體通常開發 通常都是一定是有需求的嘛 然後有幾次就是 一開始都也是學生 或者是 就是自己在家每一次的話 你有些重複的事情 做太多次了 或是你日過一日 某些事情 某些配合重複太多了 你就會想說 好 我今天要開發一個程式 然後解決我的這個需求 再也要做重複的事了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 你的需求 其實是源自於就是工程師的 懶惰需求開始了 可是當你去公司上班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大部分都是老闆的需求 老闆希望你開發這個 開發那個 對 可是當你在公司做久之後 你會發現 好像日復一日的生活又開始了 然後又很多事情 好像又一直不知不覺的重複了 對 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把 老闆的需求跟 工程師 我們自己本身的懶惰需求 結合在一起的話 有時候其實可以 就是開發出 讓世界更美好的東西來 對 至少我是這樣覺得 那所以由今天就是這個 Crawler的這個主題 嗯 嗯 好 那某天我們就拿到 接到老闆的需求 那很多我想說 他需要就是去Crawl 然後InDesk 這個設備上面的BTA 所以其實我們就不要把它 當是去賣的BTA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 一個第三方的設備 是就好了 那他就是提供了一個 JSON的API 所以大概就是長相 右邊這樣 然後我就是要把上面的 這個東西全部都放下來 然後在Database裡面 做好Index 對 那如果你把它搶成 是第三方的設備 是要再放更遠一點來看 其實目前現在 大部分第三方的設備 大概都有一些特色 第一個就是 現在目前就是 JSON IP 就是大部分的設備 是都會提供JSON的API 當然也會有什麼 XML或是其他個 可是但那個好像 比較少 絕大多數都會有 JSON上去車 或是AWS之類的 好 那你可能遇過 下面這些困擾 就是每次 你去拿JSON的 這個資料的時候 他可能都會 跟預期有點不太一樣 對 那原因有可能是 改版了 或者是說 就是對方的設備 發生了什麼 不可抗力的事情 因為網路其實 並不是很穩定的 一個基礎設施 對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那另外一個是 其實你可能已經 就是寫過 就是如果你 你接觸過很多 那種第三方的Service 你可能寫過超多次 那種JSON的API社 那通常就是 我們總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就是拿著這個JSON 然後呢 看著我們想要的路徑 然後把我們想要的值抓出來 然後傳到地點 然後最後 我們再去分析 我們的Database的面子 然後每次都一直重複這樣的過程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個 實際第三方服務的例子 那這個第三方服務的那也是TASOS 對不對 好 那區塊鏈 首先什麼是區塊鏈呢 就是 這邊其實沒有要講的很細節 就把它想成是 如果不知道的人 就大概把它想成是一個 所謂區塊鏈 就是一個區塊接著一個區塊 然後傳出一個鏈子 有點像link list的感覺 對 那只是它是一個無限長的list 好 然後在TASOS的平台上面 它一分鐘會產生一個新的block 也就是每一分鐘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node 嗯 那它提供了就是JSON的格式 描述這個區塊的資訊 那我的目標就是把這個資訊 爬下來 然後存在Database裡面 做更新一步的分析 那今天我們再看個深入 也關於TASOS好了 對 那就是 就是我們要做我們的程式事情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 我們上游的應用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對 好 那這邊就簡單的講一下 它的三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是 它的共識演算法 然後Laked Groupal State 它可以動態的決定 驗證者跟建立區塊的候候選人 那這個候選人 可以多打上萬個人 那跟傳統的POS 其實是交不太長的 那它可以促進就是 Token的使用者 共同協助合作管理 才做這個生產性 好 那這個特色在今天的 主題其實不太重要 好 第二個 第二個特色是 Formal Replication 對 那這邊的話就是 今天其實都會提到 Function Program Manager 那Function Program Manager 其實提供了 就是很好的 做Formal Master的基礎 那整個TASOS 其實也是從 也是從 也是用Function Program Manager 去做以外的 從底層開始就是 它跟一般的區塊 也不太一樣 是它不是從 建立在你SRANCE上 對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就是大部分 就是在 我要在TASOS開發的 開發程中 絕大多數都是使用 Function Program Manager 在做相關的 Tool的開發 那什麼是Formal Replication 它講求的是 數學證明 如果你的程式可以 經過數學證明 然後數學證明 說你是對的 不好意思 那你就可以裡面 有信心的說 就是你的程式是對的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就是你不會 程式其實不會產生法格 那我們可以藉持保證 我們的系統來學習 好 那第三個特色呢 是 列上至上 宣教授文書 那這邊講的是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 投票的機制 來更改TASOS 那你就可以做Support 不好意思 你就說就是 如果今天你對 那首Support 我不滿意 你可以賞命那首Posal 那如果絕大多數人 都同意你的這個Posal的話 那投票也同步了 那我們就會切換到 1900Posal過去 那這樣會有什麼問題 像是說就是 它的JC格是 隨時都有可能改 那這對我們今天的Cover 其實會是一個問題 對 就是如果講 趁你在1999的區塊 你就已經做完Cover 然後你突然發現到 2019的區塊 它又格式又變了 那這時候你就需要 回頭再去修改你的程式 那不但通常就是 你當人家 回頭再去修改你的程式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往自己當初 在做什麼東西了 所以呢 你在想說 是不是有一個 一勞有益的方法 就是我們再 就是一次寫好這個Cover 那不管對方的東西怎麼變 我再也要有Cover 我的路徑 是不是可以是 我的設定檔的一部分 我只要跟我的Cover 講說 我要去哪個地方 把我要的資料 然後 把我要的知道 存在什麼地方 這樣就好 然後這是一個設定檔 所以 以後我再也會有Cover 那是不是就是 也可以就是 有個 有個辦法 我們可以去監控第三方的程式 就是萬一它有 有所變動的話 那我的程式可以去 適應這個變動 然後並且就是 做相對應的改變 去改變我們的Data Base 然後協助管理 就是我們的資料庫系統 其實答案就是 有的 所以他會有經典頭 就是我們 我們今天新開發的Cover 我們把它取 比較北京搜檔 就是小蘇打噸 它有幾個特色 它是一個 捐認我對 呃 傑森波妹的 或說 或說Cover 那我們用Hasco寫的 對 等一下稍後一介紹 就會寫Hasco 那為什麼會叫北京搜檔呢 這句話取自於 Wikipedia上面 因為它 蘇打噸是可以 一部分的對此用 而且被回任所指的 然後就希望就是這個這樣 就是這個程式像 就是小蘇打噸這樣 嗯 好 接下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要用Hasco 我們從DSL的部分 開始說起來 DSL就是 可以問一下 就是有 就是實際寫過DSL 或是知道DSL是什麼 可以取搜一下嗎 好像不太多 好 沒關係 DSL通常是應用在 比較特定情境的小語言 那它講 講求的是描述資料的 應該說 它描述的 它的本體是資料本身 那會描述就是 知道怎麼去做操作 那我們的目的是在做 就是 DSL的目的是精簡的 就是用精簡的語法 然後讓我們可以專注 在程式的本身 對 那這邊看起來就是 沒有太多的就是 有相關的經驗的話 就直接舉個例子好了 例如說 SQL 我們其實可以把Database 那個本身 視為是一種資料結構 然後你把Data 把你的Data 存在Database 那其實那個Database 就是一個資料結構 那我們的SQL 其實是操作這個 資料結構的方法 對 你可以回想一下就是 以前你在操作 Database的時候 其實你是對於整個 Database的table 在做操作的 你並不是針對於 就是table面的某個值 然後去做操作 你也不是就是去 入合裡面 可以colour 然後對於 一直去做修改 你是對整個table 去做操作的 你會把整個table 一口氣變成你想要的 目標 而且SQL這個語法 就是專門針對 Database去做描述的 它並不是就是 捐用像Drama 或是又像Hite 這種廣泛性的 對 那SQL其實 就用某方面來講 其實也蠻 就是也蠻適合一些 被工程師的人使用的 所以叫做可能 是不是很精確 就是他提起就是這種 像CEC叫做Drama Python 這種比較修訓人員 來講 他是比較容易上手 對 好 那如果我們回到就是 我們的Lating Soda 的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這邊其實我們也是 有特定的Json 我們都不是特定的Json 就是我們也特定要處理 的資料Json 然後我們要做特定的處理 然後去Poward Posive 跟Indexing 對 那我們提供這樣的DSL的話 也就是我們希望 就是有點像 SQL這樣 就是讓大家就是可以 方便能夠操作 好 那為什麼要用Posive DSL 這邊其實有好多個特色 之類 譬如Functional Lacy Strong Type Influence 然後可以清楚的描述Data 就是 有很多 不過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就是不會 證照就是這麼多 大概就是 我大概會就是 減幾個就是我覺得 就是這一次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部分 好 我們就先從描述Data開始 通常我們寫 它首的第一步 是先定義好資料經過 它就寫一般的程式語言 不太一樣 或者寫一般的程式語言 雖然就是 可能事前你也會想好 就是你的程式應該要怎麼寫 那你也會就是有你程式的 呃 在那中 你可能會畫一個 Ui圖的帶光之類的 但開始寫的時候 你可能會是先從 你想要的東西開始寫 你可能先從 呃 某個方權 然後定義好那個方權的 方權 然後方式的力圈 然後再寫它的法理 然後一般這樣開始寫 可是再寫它是頭部 這樣 我們全部都是先從 定義好資料結構 開始做的時候 那定義好資料結構之後呢 我們可以一口氣 對這個資料結構做操作 然後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好 那這樣的開放的方式 我們就稱為 UiA Data Time AVD 那它的好處是 可以提供 信息的餘域 跟一些數學信息 那我們這邊就來 舉個例子 二元素 現在我們要定義一個 二元素 然後它的內部 或是存值 它走在幾點的地方 會存值 那它就 原來的 特別數學就兩個 Case 一個就是你的branch 然後你的branch 然後你的branch 是左邊的數 又是右邊的數 然後不然就是你的葉子 例 然後選擇Hospore 然後就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邊想問一下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 就是說明一下就是 就從這個例子上面 哪裡可以看得出 它的數學性質 來 會有偉大的呢 會有精美的小禮物 對 對 任何任何 就是 或是你想到它有什麼 就是 特別的地方 這個 第一回資料結構 然後呢 就是 然後 然後 呃 數學性質 然後沒有數學性質 是不是在身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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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這樣 嗯 是指說就是 左邊跟右邊的指數 你可以互換這樣嗎 嗯 我猜的 嗯 這邊的地址是比較好不差 對 好 沒關係 就是剛剛那個reversion說 說說對了 其實 就是其實你從這邊 其實 對 它是reversion沒錯 然後 其實你在看更仔細的話 它其實是數學歸納法 數學歸納法 數學歸納法講求就是 就是 遞毀嘛 就是 一步然後推到很多 從第一步來可以推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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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下一步 那你之後會有一個Best Test 數學歸納法其實就兩步 reversion如果有一個Best Test 那我們這邊就是剛好都各個一條 嗯 那如果就是 你可以這樣清楚 就是 用數學方法這樣定義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就是 這個資料結構其實是會 重整的 嗯 好 那另外一題是它的資料結構 寫成實際的data 它就長這個樣子 嗯 有一個 上面的 如果是一個branch 我不知道 branch 那左邊的branch 這邊 有兩個例子 那右邊的話就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 有三個例子的train 好 那寫成實際的data 寫成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的好處是就是 當我們在對它去做操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們就只要針對這兩個case 去做處理 那根據數學歸納法 就是我可以把所有的case 都清楚的列出來 去做處理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 其實 會已經把所有的case 都處理好了 我不會移動掉任何的事情 嗯 好 那下一步要講的是 程式合成 formal program synthesis 好 那因為就是它 Hustle狀態的 跟ADD的特性 讓我們 蠻容易做到程式合成 那我這邊就不講一些 什麼細節的部分 我們直接看例子好了 那這個 這個例子也是 就是 你直接看那個地址 然後 在Hustle面 我們就直接稱 thebranching 那這個例子其實 我還蠻喜歡的例子 那我也是覺得 為什麼會換到Hustle面 對 你就先看一個 教法的code好了 這是一個 student class 那它裡面就是 就是有兩個data member 學後跟信 number跟name 那type 也是印的跟stream 好 在教法裡面 就是如果我要去把 這個class 印出來的話 然後我想要印的是 我的data member的話 我必須要去 overwrite toStream 這個榜圈 所以在這邊就是 我有一個 toStream這個榜圈 然後我去 overwrite它 然後在man這邊 我們就去把 student class mue出來 並且把它 印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這個class的data 可是你會一度想 你會想說 這個class裡面 其實重要的就是這個data 那我印這個class 我當然就是想看這個data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就是我可以直接 就是我不要去overwrite 這個方式 然後這個程式可以很聰明 很聰明的知道 我當作我要印這個class 然後印這個class 印射程的時候 他就知道 我是要印這個data 那裡面就是一樣 那 就我實在的data 應該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 只能夠 overwrite 然後 因為他沒有辦法去順 因為data其實沒有辦法 順著結構去升 然後 他沒有辦法就是 去推出 就是 因為他知道你的 硬盒怎麼硬 他知道你的訊證明 所以我知道 整個class 他沒有辦法知道 自己的事情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 Hustle code 的話 這邊我其實也定一個 用Hustle去定一個 student的data 那裡面就是一樣 兩個member 學後跟姓名 那在Hustle裡面 我一樣知道 就是硬盒要怎麼被印出來 我也知道 Stream要怎麼被印出來 所以呢 我就去 the writing show 然後 我就會知道 我的student 要怎麼被印出來 對 那這樣其實 幫助我們是蠻多時間的 在Hustle code裡面 其實不只是 就是 是怎麼比較 你也知道你是均勢的比較 那其實你應該 是不是應該有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知道就是整個data要怎麼被比較 沒錯 就是sterwriting一模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比較data 是不是你面量有什麼是多相對的 好 那在下面要講的是 Teleless and Brain 提醒化的事情 那提醒的話這邊就是 要先從referential transparency開始講起 這邊簡單講的話就是 裡面可能就是沒有塞一倍 舉個例子來講 X等於 如果你說X等於1 它就永遠都是等於1 它不會成2 但是在interative language裡面 你說X等於1 它有可能 你可以在下一刻指定它的X等於2 因為你有塞給它的2 所以當你把它print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這次2 其實已經變了 那這樣子的行為是有塞一倍 或者是說 就是如果你是在call方權的話 通常方權會有gator跟sager嗎 就是對 然後尤其是gator 你每次callGator的時候 就是那個方權都有可能 給你不一樣的指 即使你給它一樣的 如果它有纏數 你給它纏數的話 它還是會給你有機會給你不一樣的指 那這個都是一種塞一倍的 那沒有塞一倍的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塞一倍的好處就是 就是當你在 只要你有一個大問題 然後你把它拆成小問題的時候 然後你要 然後你把這些小問題 去做明星化處理的時候 你不用去擔心會有 就是rest condition的問題 S永遠是 在14E 它就永遠都是你 不管到哪裡都是你 它不會變 對 那最重要的我覺得 最重要的薪水是 就是在這裡 你不然你搶課 它可以把大的問題 拆成小問題 然後去做明星的處理 那這個部分呢 在Husco裡面 它都其實是幫你解決好的 就是你其實不需要花太多 農費太多心理 在扣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實際來看一下 就是一個例子好的 目前其實大多數的電腦 都是單顆的收藏 大多數的電腦是多核的 已經很少有單顆的電腦了 可是如果就是 通常我們沒有做什麼 特別的處理的話 我們顯示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單顆的 那這樣其實還滿到 就是單顆就是系統的資源 對 那Husco就是一個 可以幫你善用你的 合金數量的東西 這邊舉個例子 這邊我們有兩個 我們有兩個方式 我們定義兩個方式 一個是算階層 一個是算被摩納吸出的 這兩個其實就是 完全是努力沒有關係的 那某天裡 有一個神秘的 老闆要求 他要求你把這兩個東西 箱子加起來 好 然後一結印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我們先看上面的例子 好了 上面的例子的話 就是說 就是5GMAN 然後我要去Print A加 B 那A是算 第四十二階層 然後B是算 對摩納吸出的第三四項 然後你要把它加起來 如果在單顆上面 你什麼 如果你的程式是單顆設計 設計程度 沒有特別設計 好像是單顆 那他執行的順序 大概就是先算A 然後再算B 然後把兩個加起來 然後最後再把他引出來 對 可是你仔細看的話 其實A跟B是讀B的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A跟B 如果獨立運算的話 其實他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他從這個樣貌 就可以幫你 就是計算做到這些事情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看到下面的例子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A跟B是平行計算 那算完之後呢 我們再去做Print 可以加密的統一波 會不會這樣子 然後在Compel Time的時候 就加一些參數 他可以幫你就是去做 平行計算 然後增加一些程式的效果 效果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回到 就是我們的 AIN SODA的部份 那AIN SODA的話 可以大概 其實他有三個種目 Prover Analyze 跟NIFEX 他不單純是Prover 因為Prover 聽起來就是單純的 把東西抓回來 然後存起來而已 對 那如果看一下 系統在LOVE的話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簡單的看的話 大概是這個樣子 首先就是Prover 會去把我的JSON 全部都撈回來 然後乘到Database裡面去 對 那接著AIN SODA會去 分析就是我們的Database 然後Generate 出一份Compid來 那透過這份Compid 他會 我們會再產生西貨 然後去問我們的Database 做相對應的領貨能 那EXX的部分 就趕過來 他會再去讀這份Compid 然後把這份Compid 然後把這份Compid 所描述的東西做Passing 然後存回Database裡面去 對 好 那我們就一一複複複來看 首先Prover Prover的部分 就是如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就是把第三方的 資料存下來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前面我們提到的 因為網路其實不是很問題 任何事情都會有可能發生 有時候是網路的問題 有時候是第三方設定值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用存了這份漏歌的話 或是這份檔案的話 有時候其實你很難做事後的 你把有就是 有顧你的發覺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 回到那個時間點去了 所以就是可以把它存下來 是比較好的 對 那另外一方面是你存下來之後呢 你在做後續的處理開發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 你可以避免就是不小心送太多的Request 然後為對方的Server做壓力測試 對方弄掛掉之類的 對 那也會有對於就是後續就是 你去做一些提示的 注意開發階層 一些場面圈的時間 對 好 那下來就是 那要如何呢 一般的Web Explorer 在設計上面就是 它會說 我們都是先需要有一個seed 那這個seed 其實就是一個UIL 你的 Explorer 通常會去拜訪這個UIL 然後去scan這個page裡面所有的UIL 然後再把它加入就是 我們需要去拜訪的清單裡面去 那接著 我們Web Explorer 完畢之後 Web Explorer就會再去 我們的list裡面 一個一個 拜訪這些UIL 以及講出的這些動作 對 那不過因為今天我們的應用 是在Json 就是第三方所提供的API 通常第三方的API 比較不會是就是去看 那個Json的內容 然後去找出 我們下一個東西在哪裡 通常比較是在UIL上面 會去做手腳 就是可能 就是這個時間 你下一個時間 或是你的結論 那有可能就是這個接續的點 是在HEAD 或是在POST的內容 或是在 或者是就是這個UIL 等式是不變 是這個內容固定 就是一段時間會變變一下 對 那我們今天舉的例子的話 就是我們就直接舉 就是在UIL上面做變化的例子 那你可以做除非例的話 我今天就是其實 我們就要去把這個區塊的資訊 那它提供的API 是讓我可以有辦法 可以直接去拿到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block 對 那其他的配方還蠻明顯的 就12345 所以我就把最後面 1234這邊 做一個 好像說是一個 要代換取代的部分 好 那這邊就 我們再回到剛才所講的 我們首先呢 寫哈斯科的第一步 就是從先定義好的Data 開始做起 我們已經想好就是我們剛才的 prower大概是怎麼樣走的 所以第一步 我們就先定義好的Data 那我們這邊 需要描述的地方 是剛才那個Label 所以我這邊就定義了Data 然後裡面 就是只有Label 它的開始定義的 好 然後呢 我們的prower其實 需要知道兩件事情 需要知道就是seed 跟我們下一步 就是 那這邊 那這邊 第二個這邊class的部分 就不是那個 只要把他想成是 interface的概念 對 就是表面其實不太一樣 對 但是可以把它暫時想成是那個 對 那在最下面的地方 我就去做它的 seed seed的話 我就是從零開始 那我的下一步其實還蠻容易的 就是加一加一加一 一直不斷的加一 那我的prower就會去 一直不斷的去拜訪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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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的Jason 然後他會無料的東西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看 Handamizer的部分 那首先在講一下來說 我們就需要先講一下關於 就是一些Jason的事情 通常Jason 提供Jason格式的第三方服 他們通常不太會提供schema的便利 就算有提供schema 好像也是針對當下的那一個Jason 他可能不是針對 就是他從第一版 然後一直到最後 最後一個Jason的整體而言 的這個schema給你 所以其實你很難看到 就是看著一個Jason 你很難知道他實際上 到底他的schema是什麼 因為有一些Jason 他不是有些Jason 就是如果有些東西是Option 的話在Jason裡面 其實不寫出來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對 可是這位就是 當你在做FORR的時候 有一些困難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Jason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Jason 就是還 因為他 其實我覺得他幾乎 是等於沒有神秘 就是他 因為這個特性 所以其實讓他的結構 滿滿容易改變的 你今天想要就是 把他的結構做改變 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而且你有可能做一個 無法相互相互的改變 例如說看這裡好了 今天你提供一個AeroMessage 然後第一版你可能是長這樣 那到第二版的時候 你就想說 好我要支援多國語 所以你就開始加上了一些其他的語 那你可以看到你的Message 這個地方 從原本的Type是Stream 它就變成Array了 它不只是Type 物一樣 然後Array裡面的 就是在分線路 其實也是 也不是馬上就是有Stream 它還有兩項東西 那這個都可以是造成 你的Power需要重寫的部分 不過呢 這個在這裡 你的Message 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重寫口 好 接下來在想說 要分析什麼東西呢 為什麼不需要重寫口 因為我們會 因為我們去分析 這個DAD 那個Bloven的JSON 去分析這些有什麼變化 我們去分析就是 這些JSON的每一個路徑 那把這些 每一個JSON的路徑 去連結起來 這邊其實也有什麼名字 就是把 就是一個JSON去看過 然後呢 把每一條路徑都列出來 然後重複的去掉 然後取個連結 嗯 好 那 就是 在分線過程 你可能會需要什麼 就首先 你可能會需要 你其實可能會需要 一個東西 一個是Stile路 什麼是Stile路 有些JSON其實 定義的還蠻複雜的 那你可能在事前 你可能會需要 跟他講說 看到這裡就 停止 不要再繼續看了 不然就是 你可能繼續下去 就會產生還蠻多 就是最後 你可能會產生蠻多 操作出來 然後 選很好看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你在做這些 入俄的 密集文件的時候 就是 最好是也可以 順便去 記載 你到底是從哪個Document 買個JSON來的 這樣可以方便 就是你在做 做 查看的時候 知道這個東西是怎麼展示 對 好 那最重要的是 就是 我們要去分析 就是末端經典的職務 JSON其實大概走五個 或是說六個Type 但是SQL 因為我們要存到 Data Base裡面去 對 那SQL Type其實 總類還蠻多 而且比較精細一點 舉例來說 好 就是JSON的Type Number來講 Number就是真的是Number 可是在SQL裡面其實是 Trotting Point的Integer 那甚至就是 還有就是它的那個精準度 那同樣的Stream也是 在JSON裡面就是Stream 又是Stream 那SQL裡面 你可以分 有長度的跟沒有長度的 然後甚至就是 你可能Stream是一些 一些特殊的Type 例如說什麼 地理位置 然後是時間之類的 這一種 這都是可以就是在 做一些更新的 更新的體驗 好 那最後就是我們 產生的Config 大概就是 這份Config大概就是 描描描描幾個東西 首先我會描描 就是 我的路徑 就是 我怎麼在這個JC裡面 就是這條路徑 某這個值 我是怎麼找到這個值的路徑 然後呢 它的Type 然後還有它需要存到的 Data Base裡面的感覆 這單位 還有一些SQL相關的設定 那這個Config就是 其實有點偷玩 就是用剛才我們說的 Driving Rig 跟 呃... 秀的方式去做出來的 對 好 那最後就是 Indexer的部分 那 Indexer的部分其實 其實 大概 這也沒有什麼 Indexer的部分 反過來 我們去把剛才我們 的Config的部分 寫視產生出來的Config 再錄回來 如果說就是其實你中間 有需要修改 什麼東西修改的部分 的話 修改這個Config 也是OK的 它沒有就是 禁止你去做人為的接觸 對 那沒有 那人為的接觸 可以讓就是 就是更有 就是 因為人嘛 只是判斷的比較好一點 就是可以讓我們 就是 使用Data Base 更有效率 對 去做使用 那Indexer就是 組為這個Config 然後分區裡面的 秒數方 然後你的目標 再傳給Data Base 裡面去 好 好 那這個Indexer有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回到 這個Config來看 這Config其實 就是描述的 其實就只是入境 跟要審存 所以萬一說 你今天 你要爬下來的目標 其實非常非常的 目標階層非常的大 其實我們是 可以把這個Config 再拆成小分 然後起多個Quarsus 去做 然後放在不同的 機器上面去做 然後就是 只是在單個機器上面 是平行化 在多台機器上 他們也可以做一些 寫風合作 那我們這邊 就來做一些 小型的比較 今天就是 我的比較是 我做 我這邊去爬了 50萬個Block 那我找的就是 另外兩家FORWARD 那他們這兩家FORWARD 都是比較有 針對型 他們就是 完全針對Texels 這個應用 去做處理的 好 那就是 以我們的Block 來講 其實我們大概 花13個小時 就可以把這50萬個Block 的資訊 全部都做Index好了 那下面這兩個部分 的話 也希望的話 我建議去修 花三天 對 那今天需要說明一下 就是下面這兩個 他們其實 比較沒有做到 就是剛剛所說的 標準程 他們大概就是 直接這一個 然後 重力化的時候 才會有 下一個Block 那這次電話 我們可以做完 就是不只是 製作 可以做到 所以 做效能上 會比較好 好 那最後一個話題 是 SELFU選擇 這跟就是前面的 你的程式設計 並沒有什麼關係 那因為Hospor 它產生的特性 TypeStrum 跟ADT 所以它其實蠻容易提供 用那種 universal data storage interface 也就是說就是你在 用這個 用這個東西 先提完 先講一下 就是目前就是 我們 有兩個比較有名的 Library Hospor library Hospor procession 跟Hospor groundhog 這兩個Library 都是跟 SELFU有關係的 對 那它這兩個其實 它都可以 你如果用這兩個Library 它可以讓你就是 專注在 資料的等層上面 然後去忽略就是 你需要選擇 你的DataBase這些細節 對 那 這個就是 這邊所說的 就是它首先 容易就是 提供你們 universal data storage 一個Base 那 細節的話 這邊就 有興趣可以討論一下 但是 當你在忽略DataBase的時候 其實就表示 你做了絕種的選擇 你讓使用者 可以任意的去選擇資料錄 但是你就會放棄一些 某些資料不特有的特色 例如說像 PoleSquare 你可能就會放棄 ARRAID 這個 ARRAID 你又沒有辦法應用在 就是 你想要有ARRAID 就沒有辦法在 MySQL 或什麼RAID 規定上面 做運用 對 但如果你選擇 Specific 玩的DataBase的話 就可以做比較好 針對這個DataBase 然後去做比較好的 統統和商品 對 它這是一個 就是 那目前 就是我是走下面 比較Specific的 這個無限 那未來就是 但是有可能會再回到上面 就是 可能再 對 再看看 什麼情況 好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我們把這個東西 應用在 Nestos Case上面的話 我們 Crawl的部分大概 2到3個小時 那 分析 Vlog的部分的話 大概1到3個小時 Index的話 剛才就說 大概 Rumore 13個小時左右 然後 我們的Crawl 這個Crawl 其實有點定文 那時候 在做之前 我們預想 就是我產生Crawl的 這個秒數 大概頂多 1000多帆 可是實際上 它產生了7000多帆 對 你想說7000多帆 其實很多位置 看 其實也還好 它沒有真的很看 對 你從這個Crawl 其實你看到 蠻多有趣的事情 你看到就是 這個Jason改變的歷史能級 例如說它前進感過你啊 或是曾經有措置修正過啊 或是曾經有一個結構改變 你都可以從這對Crawl 清楚的去看到 對 那因為7000多帆 所以就是 就是 我也不是什麼手改 就是我在另外形式程式 然後列一些 入我 去 為這些Crawl 去修改一些Crawl 那最後精簡 然後刪掉一些不要之後 其實我大概 也只有一千多帆 而已 對 好 那目前拍放的狀況 目前剛才上述提到這些部分 有些其實還正在開放中 對 不過目前我們已經有 就是L8分是釋出來了 那就是 我是單純的 就是 不是太複雜的情況的話 目前應該基本上 它之後才適用 那有相關的更新公告的話 我們都會在網站上面 就是有做更新 對 那我們還在持續的開放中 那目前應用的狀況就是 我們目前有兩個 有兩個用事 一個是用在Pasos上面 然後另外一個是用在 這個是 第二個是MyPasos Bank 它是一個 可以想像 它是一個Miner的List 上面這個Service提供了一個List 然後就是列了蠻多的Miner 然後它就 就單純是一個網站 然後提供起來 就是它不是什麼Blockchain的 那個 東西 這樣子 然後呢 BakingScore 為什麼我們要BakingScore 下來的唯一 它就是TaxosID 然後我們做 把這個給它BakingScore 來做BlockingScore 大概是講這樣子 然後宣傳一下 就是這個是唯一 就是TaxosID BlockScore 唯一有做中文化的 的網站 好 那今天的Talk 大概就到這裡 那不知道各位 你有興趣嗎 那個 你好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因為你們找下來的資料 都是 就是它這個Value 會是 Uni跟P的一個值嗎 不然會是 為什麼 我們只要把所有的 路徑做個連擊 然後就可以 看本大 新的路徑 就是完全的結構不一樣 所以可以抓到裡面的資料 就是 關於就是 有興 就是我 假設就是 就回到剛才所說 那邊那個奶車的部分 剛剛所做的連擊 一定是就是 過去有看過我們 你知道嗎 對 那就是如果說 你的設備現在 有興的變化的話 就會回到就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希望就是 有一個方法可以去 檢視第三方的設備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 就是會用這個 那個奶車 就當我們分析完之後 我們就不是把 我們不是把這個 NRS就丟在那邊 我們用這個 NRS繼續去 檢視第三方的設備 然後呢 去跟現在 現有的這些路徑 去做比較 對 那一旦就是有 有新的 那我們就可以馬上知道 這個是新的 然後去做一些 即時的確定 如果是17的部分的話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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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 你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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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用的是Postgram 那它的話也是要有schema 那這樣可能需要做schema修正的話 需要再存錄嗎 存錄的部分的話當然就是 首先第一個是你一定要是做相後相容的處理 就是你不能就是這一版產生出的 C-Postgram跟前一版是不相容的 所以第一個是你一定要做相容的 然後第一版的話就是 我們通常就是第一次坐在來的 然後產生出來的C-Postgram 然後再產生C-Postgram 這個計劃第一版通常都是 C-Postgram跟Table什麼之類的 那第二版之後呢 就會是用Auto的方式去修改那個Table去 然後增加新的來源 通常不會減少 因為減少其實有可能會互相容 對 那這個比較手工的部分 可能就是像DevOps 或者Ops要去操作 OK 謝謝 其他人有問題嗎 那今天的活動就 就我們謝謝講者的分享 然後就是下一場會在11點開始 那如果大家思想有問題 也可以來找講者討論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